1880年,美国商人詹姆斯·罗斯福在家族的晚宴上结识了比自己小26岁的女子,贵族出生的萨拉·德诺拉,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也很快就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富兰克里·罗斯福。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婴儿将来注定不凡,但没有人会想到,他在未来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882年,罗斯福出生在纽约的海德公元村,晚年得子的父亲,对他极为宠爱,罗斯福的任何要求几乎都会满足,五岁时就曾带着罗斯福前往白宫会见自己的好友,克里夫兰总统,而母亲则很严厉,对罗斯福要求极高,年幼时,母亲给罗斯福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授他法语和欧洲史,这让小小的罗斯福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 罗斯福知道了这个世界并不全都是宁静幸福,外面到处都充斥着贫穷和苦难,并且在身为美国海军部长的叔叔的影响下,罗斯福开始对政治燃起了兴趣。 1896年,14岁的罗斯福被送去了美国的一所贵族学校,格林顿公学,这是一所六年制的中学,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地的名门望族,但相互之间却都针锋相对,七零弱小,更是家常便饭,学校甚至还会有意鼓励这种行为,因为学校里的老师每日给学生灌输的理念就是,未来成为一名政客。 提前体验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尔与我诈,对将来会有帮助,这也对罗斯福的事业观构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900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就在父亲的建议下,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就读,而同年,罗斯福的叔叔也升任了美国副总统,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的父亲也在这一年去世了,于是罗斯福开始充当家长的角色,一边学习,一边管理起了家族里的产业。 此时的哈佛大学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犹太商人的后裔和西部豪门,另一派则是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们。 大学历罗斯福努力地想要融入所有群体,但是此时,学生中名门世家的子弟不计其数,一个人的社交圈和体育成绩反而成了决定他在学校里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罗斯福身材瘦小,没有任何擅长的运动,他想要加入波斯林精英俱乐部的想法也被拒绝,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开始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 在这个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和经济学书籍,还成为了学校校齐报的编辑。 而在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遇刺身亡,罗斯福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成为了总统,也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而罗斯福则凭借着和西奥多的关系,成为了整个学校的风云人物。 甚至还曾经抢在各大媒体前,公布了西奥多·莱哈佛演讲的消息。 这让美国民众开始知道了这个小罗斯福的名字。 1907年,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但是他对于法律一直也没有兴趣,成绩也是普普通通,甚至还多次补考。 于是在通过了纽约律师考试后,马上就辍学回家,进入了亲戚,给他安排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每天枯燥的工作,让罗斯福一度对生活感到十分的沮丧。 并且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混乱,长期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内斗十分严重,西奥多身为共和党的实权人物也感到头疼不已。 种种迹象都表明共和党出现了衰落。 而罗斯福对于政治的渴望,则让他白爪挠心,无时无刻不再寻找着机会。 1910年,一个美国民主党人找到了罗斯福,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议员的竞选。 这让罗斯福激动万分,马上就同意了这个安排。 而民主党人之所以找到罗斯福,则是因为他的叔叔,他们想要打造一个民主党的罗斯福,这对他们来说将是极好的宣传方式。 而得到消息的西奥多则表面上反对罗斯福的参选,私下里却一直在鼓励罗斯福。 于是在民主党的权力协助下,毫无从政经验的罗斯福成为了纽约州议会里最年轻的一员, 并且还被民主党当成宣传的招牌来为将来的大选造势。 在民主党内,罗斯福也碰到了美国政界校长威尔逊,两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极为相似。 罗斯福也被威尔逊的动弱关火所折服,成为了威尔逊坚定的追随者。 在1913年的大选中,全力协助威尔逊的竞选,威尔逊也不负众望当选了新一任的总统。 而罗斯福也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在31岁时成为了海军部部长助理,开始了自己7年的海军生涯。 这也为他将来在战争中担任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拉开帷幕,战争结束后,两党再度开始争权夺利。 罗斯福不幸成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的牺牲品,暂时离开了政坛。 成为平民的罗斯福,进入了华尔街,开始玩弄起了资本的游戏。 每天开开会,陪陪家人,生活倒也充实。 但是,天不遂人愿,1921年8月,罗斯福和家人出去度假,在扑灭了一场小岛灵火后病倒了。 起初所有人都认为是感冒,可是病情迅速开始恶化,肌肉酸痛,肢体麻木,伴随着高烧。 医生诊断后,确认罗斯福患上了脊髓灰之炎,腰部以下的肌肉完全失去了力气,甚至可能导致瘫痪。 得知诊断结果的罗斯福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这将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考验了。 于是开始认真地进行康复治疗,在此期间还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政治书籍,以及名人传记,来为自己加油打劲。 并且为了不让外界忘记自己的名字,在恢复期间写了上千封信件,与外界保持联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1928年的大选就来临了,民主党再次陷入了危机当中,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州长候选人。 他们想到了罗斯福,而罗斯福也对这个职位向往已久,于是中断了自己的休养计划,投身竞选活动当中。 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常年没有理证的罗斯福,竟然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当选了州长。 但是质疑声也接二连三地到来,政敌不断地利用他的双腿做文章。 而就在罗斯福任职一年后,美国开始爆发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隐藏在繁荣之下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战后的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 经济的突飞猛进,让股市也是气冲斗牛,甚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罗斯福也一跃成为了民众心中政客人。 并且人们开始对胡福政府失去信心,对胡福的抗议也此起彼伏。 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1932年,罗斯福成功获得党内提名,正式宣布参选总统。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迎下了48个州里的42个州,以绝对的优势上任了美国第32任总统。 而上任之后的罗斯福,面对的是一个所有经济部件都无法正常运转的美国。 银行、农场、工厂、商业贸易全部陷入了困境。 于是罗斯福马上就开始着手整顿美国的金融业、农业和制造业,下令救助失业者及平民,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振兴国家货币及信贷系统,主动在国家层面干预经济。 并喊出了那句经典的话,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来鼓励人们克服恐慌,并且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和群众保持联系。 而这些在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在当时却是极为大胆的。 罗斯福并不关心政策的出处,只要措施有效就保留,并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命名为新政。 而他这种实用为先的救国策略也确实行之有效。 在1933年到1937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近10%,失业率也大幅回落。 经济状况的好转,让罗斯福受到了众多选民的拥戴,一举奠定了自己在美国政坛的地位。 然而很快,这个世界再次变得暗流涌动。 1937年,德国的野心昭然若揭,此时的英国却在张伯伦等人的影响下实行了绥靖政策,而美国国内也弥漫着孤立主义的氛围。 部分美国政客想要像一战时那样隔岸关火,坐收余力。 注意到这一点的罗斯福开始呼吁民众注意这个世界的变化,因为战火随时可能波及到自己的家园, 但这却受到了国会内孤立派的强烈抵制,还想要通过弹劾罗斯福来威胁他不要再继续这样的主张。 甚至在日本炸毁了美国的军舰后,这些孤立派也没有任何的醒悟,依旧想要置身事外,疯狂敛财。 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事业大战爆发,全世界再次陷入了战争的阴影。 美国随即开始向全世界兜售起了武器装备。 于此同时,罗斯福也宣布了多项加强军备的提案,因为他知道敌人的钢铁洪流随时可能蔓延到美国。 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舰队袭击了珍珠港。 12月8日,罗斯福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近乎于全票通过了宣战要求。 面对着近在眼前的战争,美国国内的部分政客再也没有理由反对。 而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苏三国逐渐的走到了一起,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三方都没有达成共识。 1943年的夏天,苏联将德军逼得节节败退,全球形势已经逐渐向好的情况发展。 但是几方的猜忌,让战事一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休吉尔想要维护英国7日的荣光,罗斯福想要让美国真正的走向世界。 斯大林则担心被英美被刺。 于是同年11月28日,休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德黑兰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讨论如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加快战争进程,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德黑兰会议连开四天,这几乎耗尽了罗斯福所有的精力。 但他也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确定了代号为霸王计划的诺曼底登陆行动。 1944年6月6日早上6点30分,盟军先头部队总计17.6万人, 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攻下了犹他、奥马哈、金滩、朱诺、建滩五出海滩。 此后,288万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法国,势如破竹,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 而同年,罗斯福也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次总统竞选活动。 11月7日,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美国总统。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宣誓就职。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最阴沉的就职仪式。 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坚持要他的子孙后辈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 在就职讲话中,罗斯福谈到了他的原则,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两天后,他动身前往了亚尔塔,可是此时的罗斯福身体却早已千疮百孔。 他长达着精神开完了会议,回到美国后就开始休养,但是病魔依旧没有放过他。 1945年4月12日,突发脑衣血逝世。 罗斯福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改变了胡福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局面,保住了美国经济免于崩溃,更是让美国在二战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可在他逝世之后,美国已经脱离轨道,在金融领域的肆意妄为,导致了今后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肆意打压各国的发展。罗斯福或许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总统。